我其实现在是一个职业讲师 其实整个自己的老本行 最主要是做行销 后来做了业务 然后也做了培训的工作 那我主要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外商 所以外商的工作速度快 而且非常需要创意跟创新 Office 365它在有关于文书处理 还有档案转换上面 我觉得非常的棒 你大概每20秒30秒 它在完全无接缝的情况底下 它就帮你储存 我们就可以很安心地继续去工作 因为我们有时候写写东西 我们会进入到那个情境 我们会忘记大概过多少时间 所以它的确是蛮帮助我们这些 需要大量文书处理阅读资料的人 我对于它的感受 立即呈现出来的敏捷度 我是相当惊讶的 它不但几乎同步以外 而且它在书写的时候 它可以模拟我们人手指的力道 我手写到哪里 它荧幕这样就投到哪里 所以让我有同步感 事实上让我们讲是在受课的时候 也很有安全感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大场子的场面 一次来个一两百人 所以荧光笔的话呢 可以在白纸黑字这样子的内容上面 它多一些色彩的变化跟对比 所以它在视觉的聚焦上面 我想变化更大 效果会更好 因为我打字的速度会决定我工作的速度 我一分钟再打140个字 所以我还蛮在乎那个键盘 在乎那个键盘要跟得上我 所以如果有速度 再加上有精准度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帮助到我们 我最高纪录就是从早上9点跑到晚上9点 整天下来三个地方跑不掉 我觉得那个整个电池的续放力都还是够的 这点我还蛮感激它的 它的续电真的很不错 那这个人脸辨识 我觉得它还蛮厉害的 它不但聪明而且速度之快 当我大概离开它一段时间吧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走进它 我都还没有心里准备 它已经辨识完毕 已经开机了 这是第二个让我惊艳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那色彩的饱和度 它色彩饱和可是又不会鲜艳到刺激 我觉得完全没有负担 背在身上我觉得那种舒服感 还有那种轻盈感 我觉得非常能够接受 这点我是倒是非常满意的 真正可以感觉到就是 我在时间管理上面 还有工作效率上面 什么叫做上手 然后又轻松一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